不 老夫这道连环剂 我绰不堪哪 老夫无言起身 只能跪着跟女儿说了 义父请讲 天下大乱 祸首董卓 若要除掉董卓 我必须靠吕布相助 但那董卓待吕布甚厚 若要二人反目 那只有靠 靠女儿你了 我 我能做什么 我要把你献给董卓 女儿 女儿 女儿天生丽质 美若天仙 见者无不心动 更何况那好色之徒董卓 董卓一旦喜欢上你 那吕布 必然悲愤万分 他本是个率真的男儿 爱恨鲜明 日谁夺了他心爱之人 必和他结下生死大恨 甚至会伺机刺杀董卓 如此 天下可定 大汉得救了 义父 义父要把我 卸给那个禽兽 若除禽兽 必献献身与禽兽啊 义父此举 与禽兽何意 是 是 老夫此寄 龌龊不堪 这事 我更知道女儿 有多么地受折磨 但是 灭贼兴害 非此不可呀 女儿 我求你了 求你为大汗 献身哪 哼 寸 救兽 女儿 女儿呀 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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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主公还是水米不进 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 在下求小姐劝劝主公吧 我的天啊 没儿子 我没儿子 程康 海派 母亲 游家 就连 就连梦里都是小姐的身影 此生 若不能常败于小姐左右 生不如死 小姐 主公水米未尽 已经是第九天了 龙太觉得 主公怕是熬不过筋了 义父 吃饭吧 女儿 你答应老夫了 一帐闭 退场 一帐闭 退场 老臣给相国请安 王爷 难得你给咱家请安哪 难得难得 你有何事啊 都退了吗 嗯 则定 王爷呢 说吧 陈寒舍有几株百年梅花 今日正在盛开 老臣 想请相国大人 于明日光临寒舍 饮酒赏梅 什么 您要请咱家喝酒 咱家 正是 相国为国操劳 陈等无不敬佩 老臣想借此表达 对相国的感激之心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 不瞒你说 咱家 是总想着 多和你们这些公亲大臣们交往交往 可你呢 就是不请咱家喝酒 咱家还以为你啊 看不上咱家的 陈岂敢 老臣是怕相国不肯赏光啊 哪里哪里 这个光咱家是赏定了 不 这个梅花咱家是赏定了 你说是什么时候 明日正午 干嘛明日正午啊 今天不行吗 就今天吗 你这样 回去把酒赶快准备好 咱家即刻就到 感激相国 老臣遵命 请请请 请请请 老臣恭迎相国 王隐呢 这就是泥腐杀 是 太简陋了 住这么简陋的房子 怎么能配得上你司徒大人的尊贵呀 哪里 等着 将来咱再要赏你一座大宅子 老臣不敢 奴婢拜见相国 这 这是 这 这 这是 这是小女貂蝉 王隐呢 王隐呢 你是金屋藏娇啊 你看你看 就是这洛阳长安两都都找不出这么一个仙人来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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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刁蝉 还不快去搀扶相国入内 好 好 好 相国请 不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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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让咱家来搀扶你吧 来来来 咱家来搀扶小姐 请 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国 请饮 怎么走了 小女更衣 去去便来 她更 更衣 更衣 更衣好 更衣好啊 相国 请饮 请饮 这个 貂蝉今年多大了 十七 清饮 十七 十七好啊 王爷呢 你看 这么一个大美人 你把他搁在家里 那是不是太可惜了 可惜 相国的意思是 咱家的意思 咱家的意思是这样 对了 这个 当今天子尚未婚配 是吧 貂蝉应该进宫 嫁给天子做贵妃 这可万万不成 小女配不上天子 配得上 配得上 好 王爷呢 咱家今天要给貂蝉 做个大美人 要让他进宫 嫁给天子做贵妃 这事啊 就怎么定 那老臣谢恩 好好好 请 这个 过两天 不 不不不 就是今天晚上 咱家派黄车来 接貂蝉进宫 今天 禀相国 天子大婚 岂能说办就办的 依礼得要先下圣旨 再次聘书 告天祭祖 赵之百官 及天下子民 然后再选择 良辰吉日 举行大婚 然后再次聘书 之动 赫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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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